Dr. Bell 其實真的說實在 我剛剛就是我沒有看到本人 但是我看到那個電視 他的那樣 我覺得他好年輕 然後其實後來發現 其實他很會品那個 威士忌的味 覺得他超有魅力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可能是我下一個目標 他變成我的一個 idol 覺得一個男生能品酒 品酒 品味道 是一種 另外一個level的男生 男生 對 那雨薇自己平常都會喝像威士忌這類的酒 我平常也不是平常 但是如果是說放鬆的話 跟哥們一起 我講錯話了嗎 出去 受大驚嚇 出去的話 就是還是會小酌一下 一定會喝 然後其實今天重點是 Glamorange 他出了新 La Santa 我沒有在騙任何人 他那個味道真的是很香 然後第一口 你會 你會發現 OK很好 他那個所有的味道 就是 就會存在你的嘴巴裡 第二口 你就會發現 第二口更順 非常的順 然後整個香味都在鼻孔啊 口腔這邊都順下去 所以我覺得新的這個 La Santa 我可能會推薦給大家喝 剛剛就是三杯裡面 你馬上就選出了正確的兩杯 嗯嗯嗯 你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怎麼選的嗎 每一杯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但是新的那個特色其實很明顯 明顯的香味 巧克力 然後Taffy 那個那個什麼 什麼糖 Taffy糖 然後再來是說 它那個橘皮的味道 然後再來是這個 Brown Sugar 他們都融合在一起 它那個味道就是很豐富 豐富到其實它有自己特 自己特點的 所以其實喝了以後 就覺得 還蠻想繼續喝下去的 那剛剛自己有說喜歡甜美式的女生 可以就稍微再分享一下 就是 只要能好好的相處 然後 健談 然後甜美 就是 不會太嗆啊 或就是像 我覺得就剛剛那個威士忌一樣 就是順順的 一切都是順順的聊天 不會覺得 會被吃到那個感覺 那就是肯定就是 他這位 那就是最近新戲已經準備要上映了 嗯嗯嗯 可以跟大家說稍微透露一點 啊 幸福兌換券 對 這部戲其實已經開拍了 然後要 將來要 快要走 要播了 這部戲可能 對我來講 是一個新 可能是新的挑戰 是因為它是一個機車男 那 機車男的部分 其實我看的還蠻多的 然後再來是說 我演的部分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 但是 這個角色 何不凡 他對我來講 其實他可以 他們說 你載機車 載機車都無所謂 就好 很好 因為其實 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解放的壓力的感覺 對不對 對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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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來講